庞大妹子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哪 我是你黑哥呀 既然是哥哥妹妹 为什么要来绞杀 我们是来打方辣的 又不是打你兄妹 住嘴 还敢口出狂言如我皇上 梁山大军奉命征讨方辣 接连功课十几个周线 甚至攻破了方茂镇守的重镇苏州 只是江南方辣毕竟并非 护家庄增头士 正如李奎兄弟所言 这一次我们舍了好几个弟兄 可就算如此不顾血本的征战 殿帅府仍然给梁山下达了 七线攻克杭州的命令 是遵从朝廷命令继续进军 还是顾念梁山大军当前的实际情况 先行休整再做打算 战后的军事会议上 宋江给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想和方辣见一面 真讨大军压境 方浪不能不考虑他的前程 此言一出 卢俊义立马给出了反应 大哥是不是疯了 朝廷给我们的旨意是争讨疯了 你却要撕毁疯了 擅自一合 这是要挑战赵王军的权威 还是想一劳永逸 让我们梁山兄弟一次性死绝 可卢俊义的角色一直非常尴尬 招安之前基本属于 抬高梁山影响力的吉祥物 招安之后 甚至连这个吉祥物的角色都已然消失 所以如果卢俊义顺着 宋江的意思发表看法 或许还能得到宋江的一句肯定 可卢俊义一旦有了 唯好宋江的意思 就只会得到一个结果 建议无效 无情驳回 所以宋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为此事 亦想了整整一夜 至少值得一试 翻译一下这句话 军毅同志 我才是一把手 才是拥有话语权 给出最终决断的一把手 希望你能看清形势 摆正位置 切实发挥好一个二把手 该有的作用 那就是积极配合协助管理 可放眼整个梁山 卢俊义才是最希望 通过昭安而逆天改命 希望通过战功 而封其英子的所在 宋江此举 无异于挑战了 卢俊义的忍耐底线 所以卢俊义还要坚持 自己的意见 最起码要努力减少 宋江私会方拉的负面影响 真要和方拉议和 也得得到朝廷 和张兆讨的首肯 否则弄不好 会祸及自身呢 好了 刚被宋江敲打的 卢俊义又不懂事了 宋江又会如何回答呢 领导层内部 当然并非一团和气 因战位而引起的斗争 因观点而引起的分歧 几乎属于常态 一般情况而言 领导班子成员多为单数 如此设置 就是为了防止赞成 和反对出现僵持状态 保持决策 能够科学 合理及时的最终形成 宋江同志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从 我不能眼看着兄弟们 一个个的丧命 我们正讨方拉 是为了平祸乱 不是来杀人的 如果能说服方拉归顺 对朝廷 对方拉 对我们 都是好事 先给出原因解释 再强调客观事实 最后再检要说明 这个决策带来的 积极影响 注意 这段话是能够拿到 台面上说的 是应对反对声音的 一般反应 属于正常操作 关键在于 宋江接下来的一个转折 面向无用 征求意见 你说呢 意图很明显 宋江在争取 无用的支持 试图通过少数 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 完成对卢俊逸的 绝对压制 无用该怎么说 高呼领导万岁 决策英明 坚决拥护 卢俊逸到底是二把手 无用必须考虑到 领导班子的团结 必须考虑 卢俊逸的内心感受 这样说并不合适 可领导给出 如此明显的求助信号 无用沉默以对 也不合适 表明反对态度 更不合适 那么 无用也就只能 将态度折中 若是朝廷怪罪下来 反对卢俊逸了 没有啊 也是担心朝廷会怪罪 反对宋头领了 更没有 就怕的前提条件 就是支持宋江的决定 为了避免卷入纷争 为了避免成为 别人手中的进攻武器 说了等于没说 没说又都说了的 语言易数 才是最为精明的自保 不过 就算局面再次出现了 僵持状态 宋江还有一个天然优势 那就是他拥有 最高领导的身份加成 关键时刻可以动用 自己的一票否决权 朝廷真要怪罪 我来承担 我是梁山大军的统帅 也就是梁山主体的 第一责任人 出了事我担着 决议生效 散会 行了 既然梁山领导层 已经形成了决议 接下来自然要围绕 这个决议 展开针对性讨论 而且讨论的范围 可以扩展到 中层干部了 针对这个决议 燕青首先给出了 建设性提议 提及此事 李逵立马想到了 自己的初恋庞秋霞 再加上铁牛兄弟 一直有着孩子秉敬 但凡有了暂时脱离组织 摆脱约束的机会 他定会努力争取 于是李逵赶紧给出副衣 我也和他相识啊 我和你一块去啊 然后宋将率领梁山大军 将杭州城团团围住 造成大军压城之势 既充分保证了 燕青和李逵人身安全 又较大程度提高了 这件任务的胜算 两军对垒 浴血厮杀 可燕青李逵和 庞万春兄妹相见 却并无护士人非的感觉 我们来看燕青 对庞万春的称呼 先称庞大哥 属于下意识 再叫庞将军 却满是无奈 昔日的江湖朋友 如今却变成了生死对头 怎能不叫人心生感叹 略过李逵和庞秋霞的 再会斗嘴 我们来看燕青和庞万春 之间的无奈和无奈 没想到 你我兄弟 近日竟在沙场相见 真是人生无常 让人哭笑不得 此次会面 燕青属于请求方 自然要言语违缓 而且还要刻意 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我们再看庞万春的回应 你我各保其主 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照顾了燕青的感受 给足了燕青面子 但言语之间 已经将两人拉开了距离 你我兄弟之间 之所以会在沙场相见 绝非人生无常 而是各位其主的必然结果 只是 就算各位其主 也有个主动和被动之分 你觉得你们梁山合适吗 做得对吗 燕青一听 对方已经将自己 拒之千里之外了 识相一点吧 改变称呼吧 近日来见庞将军 是奉我家宋江哥哥之命 想请庞将军 助一臂之力 看见了吧 立马变成了 公事公办的外交辞令 一致庞将军 便将两人之间的距离 彻底拉开 从这一刻开始 江湖不在 道义不在 剩下的只有你死我活 既然双方之间 已经没有了江湖道义 庞万春自然也就不会 答应燕青的请求 你家哥哥 已非昔日的 及时与宋公明 而是率大军 来征讨我们的大将军 就算我旁万春 有意相助 他也未必敢为 这句话可谓极具讽刺意味 出手相助属于江湖道义层面的要求 你家哥哥放着江湖大佬不干 非要学人家穿西装 打领带 争作上等人 已经脱离了江湖 我没有出手相助的义务 再说了 就算脱离了江湖也没事 可你还要调转枪口 对准江湖 你还好意思求我相助 更何况 你家哥哥已经基身体制内 有组织约束 更有纪律要求 我就算答应相助 人家敢不敢答应呢 燕青无奈了 不见昔日能言善变的潇洒 甚至有了哀求的语气 庞将军 这确实一件 与你我两方 有利无害的好事 再看庞万春 仍是一副 你来谈我礼敬 你来打我奉陪的淡然模样 梅雨间写满了三个字 我不信 铺垫没有打好 氛围没有营造 可燕青也顾不得那么多 只能赶紧给出具体说明 我家哥哥 想见你家大王一面 化钢戈为玉帛 庞万春尚未给出反应 庞秋霞便立马生出了 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几世感 重重哼了一声 可就是这声哼 却有着多重含义 是轻蔑 是对宋江的轻蔑 更是对宋江领导之梁山的轻蔑 是客气 是对燕青的客气 更是对泰安打泪 江湖有缘的客气 换成别人 庞秋霞定然会出手 换成别人 今日的相见定会你死我活 自从进入会谈模式 燕青和李逵之间 就有了默契分工 燕青负责常规外敲 李逵就负责对付秋霞妹子 既然庞秋霞给出了反应 李逵自然也要立马跟上 你哼什么 不信呐 整场对话 李逵仅有两句话 全部回应了庞秋霞 同时 李逵也罕见的有了两次鬼点 更是指对庞秋霞 泰安打泪 李逵或许只将庞秋霞视为妹子 但杭州再会 铁牛兄弟却有了较为明显的嫉妒 只可惜 李逵好不容易出现的铁汉柔情 却也因各位其主 而很快化成泡影 初恋还没开始就要结束 而且还是阴阳两格的彻底结束 最终 风辣亲自赶到会谈现场 痛快答应了梁山 宋江的霸占和谈 但江南风辣 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梁山 风辣和宋江 这对曾经齐名的江湖大佬 如今军已换了身份 又会带给我们何等激烈的语言交锋 明日晨时 永惊门见